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吳小偉 今天呢我要教的是假睫毛要怎麼樣選擇 那假睫毛其實是非常多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麼選擇假睫毛 以及自己的眼型要怎麼去種睫毛 那今天我教的呢 是不同的眼型去種一個非常漂亮的睫毛 那上次呢其實我已經介紹過了交叉8的這個睫毛 這是交叉8 再來呢我現在要介紹的是交叉7 那這兩種有什麼不一樣 交叉8呢它是比較長 那交叉7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比較短一點的 所以呢如果你的眼睛呢 眼皮就是比較內霜的人呢 你就可以選擇交叉8 因為呢交叉8比較長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是睫毛種上去 它會往裡面縮一點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自然 那如果你是雙眼皮的人 眼摺的人 眼摺的人 就可以選擇交叉7 交叉7的這一個 這個是交叉8 交叉7的這一個 因為它比較短 所以呢種出來就會比較自然 所以可以種這兩種選擇 再來呢最近我有買了一個就是 它是711跟722 這個兩個呢也是分長跟短 那我會搭配一個就是比較長又濃的 就是715 那所以呢今天我要示範的就是 兩種不一樣的眼型 來做一個搭配 我現在選擇的這個是711的假睫毛 在上睫毛之前呢 我會先用 先畫上眼線 再把它黏上去711這個睫毛 因為它是比較自然的 但是呢你只要用假睫毛 就可以創造出一個 眼睛看起來是又大又亮的效果呢 你先選擇711的睫毛 黏上去之後呢 我會再用另外一副 因為呢通常像這種眼型呢 單眼皮的睫毛會比較 有時候會比較 呃你長 反而會是長在你的眼睛裡面 所以呢我先選擇 比較自然的 你看這種比較自然的睫毛 但是我要創造出比較大眼狀呢 我一定要再加強濃密度 所以這一副放上去來 打開一下 它的效果是很自然的 看前面 很自然 但是呢這樣子沒有讓它眼睛 有放大的效果 再來呢我會選擇715這個 比較濃密的睫毛呢 再種在原本第一層的睫毛的上方 因為第一層呢比較自然 再種一個比較濃密的呢 這樣感覺它的眼睛才會更放大 而且比較自然 這是一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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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睫毛的睫毛膏呢 再把睫毛 真的假的 把它稍微輕輕刷上去 這樣看起來會更自然 真的就會像你的睫毛一樣 接著用睫毛 就讓你的眼睛變大 沒有眼影 就可以畫出一個 所以現在呢我示範了 只有兩副假睫毛 一副是你的自然